由于奥米克戎另一种新变种EG5的出现 全美新冠病例再次反弹 据美国CDC的最新数据 7月份全国住院率猛增12.5% 尽管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已经结束 免费检测和免费疫苗遭到取消 但感染病例正在迅速上升 同时民众应对新冠的疲态已经出现 人们不再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一项研究表明 大多数美国人将不会接种 今年秋季推出的新版疫苗加强针 对于新变种带来的挑战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 邀请医学专家 于8月11日举行了网络会议 与会嘉宾们就病例的增加 新变种的特点 新版加强针 为预防感染而采取的策略 以及服用Paxlovid之后 出现的复发现象的问题 展开讨论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生物学教授 兼首席病毒学家 Ben Newman博士 首先介绍了EG5新变体的起源 及与其他变种的不同点 他指出 EG5作为奥密克戎的另一个变体 是如今传播最快的变种 当前的变体 针对的是免疫系统中的特定目标 在过去的一年中也需要一种更新版本的疫苗 来应对变体 然而在美国 对于新疫苗的接种情况并不理想 最新的疫苗接种比例 全美仅有17% 他在上周听到这个数据时 大为震惊 对于新变种引发的症状 Ben Newman表示 As for the symptoms the Arcturus variant was reported to cause more pink eye but that was based on one study and it was based on nine children in one part of India that variant went on to b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did not see a big rise in pink eye in other places so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re were other factors involved in that particular case maybe even people that are genetically similar to each other and so for now there don't seem to be any very distinct symptom profiles for this or any of the other variants you get it and you get a few symptoms from the grab bag that is COVID-19 and it's somewhat unpredictable the only predictable thing is that the more recent your immunity the more recent your vaccination the less likely you are to have serious symptoms and that actually continues 就今年秋季即将推出的疫苗 针对新变体 是否有效这一问题 Newman表示 向EG5及其他变种 其实是和XBB非常接近 针对XBB的疫苗 极有希望能够针对 EG5等其他新变种 目前正在等待FDA 对于相关数据的审核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 Peter Chin Hong表示 虽然病例在夏季增加 但住院率和大流行早期相比 是平稳的 社区中有95%的人 要么接种了疫苗 要么感染过新冠 这降低了感染后重症的几率 今年秋季 他预测感染病例会小幅上升 这主要是因为当下人们聚会 国际旅行增多 更多人相互交流 所以传染会更多 他指出 感染的患者越早进行治疗 越有效 住院的患者中进入ICU的比例很低 这意味着就比例而言 住院率大幅下降 同时症状严重程度也大幅下降 住院周期也缩短 但民众依然要注意提高防护意识 范德堡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 和传染病教授William Schnafner表示 现在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还可以开发出更好的治疗方案 如果进行一些措施 如在高感染人群感染后 很快使用药物可以降低风险 任何方案都有一些限制 如药物的自身交互作用 如果有更多的药物能防止住院 会更好 在美国如何确保新的疫苗 是至关重要的 更新版疫苗可能在9月份以后出现 这是一种单价疫苗 如果是年长者 有潜在健康状况的人 怀孕群体将被要求接种 儿童 年轻人 身体状况较好的人 目前还在讨论 现在有二价疫苗 如果大家很久没有接种了 现在是接种的好时候 最后三位专家均表示 尽管当下人们疲于应对新冠 但病毒并没有消失 仍然会和人类共存 会传播 会造成很多人生病 因此建议人们在公共交通 拥挤场合 佩戴口罩 或在备访亲友前做测试 确保阴性 而处于高风险群体的人们 则应尽量避免大型聚会 新变种出现 也会出现新的并发症 并非零风险 因此要谨慎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